我从小就是有信天主教 基督教 还有回教 但我来讲呢 宗教的意义就是 整个宇宙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是没有分的 是人有分 圣人也没有分 但是最要紧 我选择了佛教 除了是因为我的生日 还有我觉得佛教还是最慈悲了 佛讲的意思 英文是很广 对不对 他是叫你参禅 参禅他就是找一个字叫你参 任何一个字都可以 不过只不过他要叫你认识你自己是谁 丁沛 台湾七十年代宏集一时的女星 1973年 著名女星李小龙暴毙在丁沛的家中 这段近四十年前发生的往事 彻底扰乱了丁沛的生活 甚至当时有影迷扬言要取他的幸运 为李小龙报仇 我由全世界的人都叫我去死 而且我可以不死 我可以面对全世界 那我是因为得到佛法的支持嘛 对不对 人不能了解我 那还好一个佛可以了解我 不堪舆论压力的丁沛曾经也一度困惑于生与死的沉重命题 闭门不出 与世隔绝的日子里 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 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两本佛书 佛书我什么也看不懂 我就知道说佛书不杀生 因为我经过很多磨难 而且我的个性是比较强 这个是因人而异啊 因为每个人的直数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修行 但是方法都可以不同 这要经理有心 我初初学佛的时候 也是穿了一些衣服呢 都要特别低调 要很普通 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修行是在心 那相由心生 人要衣装 佛要精装嘛 一切都是一个假象 不需要太执着 真的慈悲是要具有智慧 而且它有很多八万四千法门 它可以教你学习 那你怎么见到自己 我们要修行吗 慈悲许舍啊 怎么扩大自己的心胸 修行就是修改自己的行为 辗转于美国 台湾 最终选择定居香港的丁佩 如今的生活波澜不惊 身居浅出 皈依佛门之后 他唯一参与的社会活动 就是去大雨山上的宝莲禅寺 送经 供养 做义工 香港的人每个人都很繁忙 每个都很繁忙 那是每个的节奏都会比较快 我在香港 那很有福报 能够亲近这个宝莲城市 因为它给你的东西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商业化 游客就是游客来往的地方 但是真的来讲呢 我们都是游客嘛 我们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游客嘛 我们都是在这儿了 制作人数字幕 farmers 这个宝莲城市场